大家好,蝴蝶蓝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,被称之为年萧花,那么蝴蝶蓝我们要想养得好,大家一定要注意了,我们这三点要做好,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蝴蝶蓝长势好,很容易长出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出来,而且更容易开花,那么是哪三点要做好呢?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合适的温度,那把温度控制在大概15度到28度之间是比较适合蝴蝶蓝生长的,温度过高会抑制蝴蝶蓝的生长,温度过低的话呢,可能会出现这个冻伤冻死的现象,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温度,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浇水,养蝴蝶蓝浇水,大家一定要注意,令干,勿湿,横土处于湿润状态下,一定不能够浇水,要不然会出现这个积水难根的情况,因为很多花有养蝴蝶蓝就是因为浇水过多, 导致烂根而死的,而且蝴蝶蓝的话其实是比较耐旱的,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,我们可以多给它喷洒一点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,但是盆土一定不能够过湿,第三点的话呢,光照一定要合适,很多花有的蝴蝶蓝呢,把它放在这个窗台啊阳台这种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,然后会导致蝴蝶蓝的叶片被灼伤,然后再枯萎,那么我们最好就是给它一点点散色光,或者把它放在一个通风比较好,而且呢光线比较明亮的地方就可以了,一定不能够强光暴晒, 做好了这三点,然后再适当的给它追肥,比如生长期用这种蓝颗专用以及营养液,然后在在它花气的时候呢,适当的补一点零钾肥,那么你的这个蝴蝶蓝的话,才能够生长旺盛,而且更容易开花,而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